视线社会国内今天是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科学家精神 永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 长久以来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用知识的光芒点亮世界 用技术的力量改变生活面貌向他们致敬 今天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同期举办首届系列活动 那么今天下午起呢公众可以进行免费预约参观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文化结合区 是我国首个为科学家群体建立的博物馆 即采集 馆藏 研究 展示 教育 宣传功能为一体 致力于展示中国科学家形象 弘扬科学家精神打造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殿堂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建立始于2009年的一项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这项工程由国务院批准 由中国科协联合12个部委共同开展 经过15年的这个不屑的采集 我们现在已经入藏了500余位科学家的资料 包括手稿 书信 正章 图纸等等系列的实物 有14万件 数字化的资料有35万件 记录老科学家英容效貌的采集的音视频资料 超过100万分钟 所以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范围最广 内型最齐全的一个老科学家的资料采集的库 首次对公众开放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3000平方米藏品库房和长设展厅 成为史料永久收藏展成的空间载体 7500平方米展厅面积 可用于举办科学家专题展览 定期开展科学家精神展教活动 及联合展览 研讨 研学等活动 为了更好地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 想象力和探索欲 各地整合科研院所资源 把科学课从教室搬进了大自然 搬进科研院所 让中小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科学 这是侏罗纪的一块栗眼 它为什么叫栗眼呢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栗石 看到没有 一个一个的这种栗石 大家侏罗纪最出名的是什么东西 对 这就是和恐龙同时代的一块石头 在这堂科学课上 地质科研工作者刘海所用到的课本 就是地质公园里陈列的 24块三峡地区特有的地质标本 什么是猕猴陶石 古碑化石有哪些特征 距今33亿年的石头又长啥样 刘海带着同学们边走边看 原本枯燥的地质知识变得鲜活起来 可以大概看一下它的结构 但是肉眼 这个化石肉眼就已经很大了 是不是这个化石看到没有 有很多的网纹状是吧 在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60名中小学生与水中精灵 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从被称为淡水美人鱼的胭脂鱼 到长江旗舰物种中华巡 从已经被宣告灭绝的白巡 到自在游动的长江巡 学生们看得认真听得仔细 我们看到了它的养殖现场 然后也知道了 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 探球一次中华巡的保护的某一项措施 包括它的产卵 要对水温水流等等的一切要求 这些探球要花费上十年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困难 打破传统学习空间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习科学 在湖南长沙 当地复联联合北斗特色产业园 推出科普实践 马德堡半球实验 让孩子们能上手了解 因为卫星在地球和太空中 所处环境的不同 零部件所受的大气压强 也会不一样 而小球运动实验 让学生们通过观察 体验各种机械装置的结构 和设计的巧妙构思 进一步了解北斗卫星运行中 所利用到的各种基础力学原理 这个玩的东西的构造 和北斗的太阳能板 是相似的 相似的 什么原理相似啊 钢杆原理 通过电击和齿轮 还有钢杆 还有提升机 然后东西 然后要那个北斗一些 那个太阳能板 也可以展开 我们往后 每个月都会有 两到三场的这样的活动 我们会邀请一些院士专家 来我们这个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来进行分享 去年五月 教育部等18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 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强调为适应科技发展 和产业变革需要 充分整合校内外资源 推进学校主阵地 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衔接 为中小学生提供 更加优质的科学教育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不仅是湖北湖南 越来越多的地方 因地质疑打通科普资源 将地质公园 工厂 科技馆等 变身为青少年科学教育的 教室实践基地 让孩子们离科学再近一点 离梦想更进一步 好奇心 想象力 探求欲 是科学的萌芽 我们也期待 新时代的青少年 能够珍惜时光 乘风破浪 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 助劳根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9号发布新一轮 教育强国指数测算报告 2023年 中国在全球排名第21位 比上一年上升两位 报告显示 教育强国指数的上升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基础教育方面 我国多次在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中表现抢眼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反映出的学生阅读 数学等学科的合格率 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验 反映出的OECD国家 平均达标率基本相当 整体达到排名前15位国家的 平均水平 同时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稳中有升 2023年达到91.8% 高等教育方面 与2022年相比较 我国进步最明显的 是高等教育普及 与办学水平指标方面 2023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达到60.2% 与排名前15位国家的 平均水平 差距进一步缩小 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 我国科学家占全球高背影 科学家比例逐年提高 位居世界第二位 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中 STEM学科占比位于各国前列 持续保持在40%以上 为培育和发展新制生产力 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在数字教育新赛道方面 近一年来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加速推进 我国数字化人力资本得分 不断提高 最新排名为第15位 但是有机会 第15位 一cji 適宜